万万没有想到人民币贬值原来是中国下的一盘大棋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美之间的金融战已经打响 而中国的这盘大棋将让我国成为最后赢家 具体怎么回事呢 点赞关注接着往下说 6月份以来人民币持续贬值近日更是跌破了7.2 而这次央妈并没有出手干预 原来正在下一盘大棋 众所周知今年国家的任务就是全力搞经济 而人民币在美元升值的周期当中有序的贬值 就是抓住美国出口下降 欧洲深陷泥潭的关键时期 把中国制造业渗透出去占领市场 比如说我国的新能源车销量 已经是超越了特斯拉和丰田 问鼎全球第一了 如果说人民币贬值的第一个目的是 让我国的制造业抢占全球市场 那么第二个目的才令人拍案称绝 由于美国为了降低国内通胀 不得不连续加息 本意是想让美元回流 结果却导致银行接连倒闭 还让全世界再一次看清楚了 美元加息降息收割全球的把息 由此也开启了一个全球去美元化的浪潮 而人民币的贬值 却能让其他国家购买到中国更多的廉价商品 无形当中进一步加速了人民币国际化 反观美国 它下一步只能自己割自己的韭菜了 可以预见未来全球 每25万亿美元的贸易结算蛋糕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份额被咱们人民币所占据